16岁男学生早上醒来都会腹痛 检查后发现食而止肠溃疡 胃发炎 胃食道逆流等症状 还有一位17岁男学生半夜胃痛 肚子饿时会肚子痛 被诊出有糜烂性胃炎 幽门感菌阳性 这些都是肠胃肝胆科医师门诊发现 青少年因为课业压力大 肠胃问题逐渐增加的情形 对小孩子的肠胃疾病 如果说他一个症状 反反复复超过两个礼拜以上 那甚至小孩出现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那有时候如果小孩有莫名其妙的贫血 或者是他的感冒的症状 都一直没好 那这个感冒症状 尤其会比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特别严重的时候 家长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小孩是不是他的有消化性溃疡 或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医师提醒 当家中青年出现不明腹痛 腹胀腹泻 合并食欲不振 体重减轻 慢性贫歇等症状时就要小心 建议找寻专科医师了解病情 避免症状恶化 治疗的话其实是以致酸剂为主 那致酸剂有很多种 那基本上会根据小孩 因为青少年的体质 会去挑选 那治疗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都要到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他有优门感菌感染的话 就一定要做优门感菌的根除治疗 那之后呢 这些疾病才会完全的根治 关于肠胃问题 医师提醒青少年的生活形态 也应当注意 养成不包饮包食 睡前不进食 趴睡药垫高 以免牙坡腹部等习惯 并且避免刺激胃酸的食物 如咖啡、茶、甜品等 才能彻底根治肠胃疾病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